长荣航空企业工会,桃园市空服原职业工会,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长荣分会,10日上午与工会高雄机组员 会员在高雄国际机场对面拉布调并呼口号,为改善高雄机组员工作环境请命,要求资方紧速与工会协商 中央社记者程启峰高雄社107年5月10日中央社记者程启峰高雄10日变长荣航空过劳航班高雄也有 高雄机组员今天抗议出其时间与桃园基地有差别待遇,高雄飞东京BRE-108航班工作超时,更成为机组员梦魇 长荣航空则与诺池纪沟通并会尽力改善 长荣航空企业工会,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长荣分会 上午与工会高雄机组员会员在高雄国际机场对面拉布调并呼口号,为改善高雄机组员工作环境请命,要求资方紧速与工会协商 高雄市产业总工会及华航企业工会也派员到场声援 长荣航空机场李信彦说,长荣空服员去年12月发起局四代行动,今年1月发起千人静坐抗议六大过劳航班 他也有参与,不止桃园基地有过劳航班,高雄基地也有 其中,过劳最严重的就是天天飞航的BRE-108航班,由于这航班单趟飞航约4小时且当天往返,是高雄基地飞时最长,载客率最高的航班,也是机组员疲劳度最高的航班 长荣航空空服员沈怡君表示,出勤BRE-108航班是高雄基组员的梦魇,由于高雄人力有限,在公司 弹性调派下,一个月不止排班三回,他就曾一个月排五趟,每次排到光想就累,只能无奈忍受 由于工作时间太长,休息时数不够,多次下勤开车回家途中都累到打盾 他要求BRE-108航班比照华航高雄飞东京航线在东京过夜,且出勤暴离时 今天也要跟桃园基地一样,不应只有30分钟,南北员工不应有差别待遇 前来声援的中华航空企业工会理事潘家洛也为长荣航空高雄机组员请令 他表示,华航高雄飞东京的航班机组员班表本来也跟长荣航空一样 京华航空会争取,公司才让步,让冬季航班在东京过夜,使机上机组员可充分休息 但夏季航班仍照旧,工会将持续努力争取过夜 长荣航空则发表声明指出,高雄组员的报道预报退时间与桃园不同,主要是因为高雄 直接在机场报道,扣除掉从公司到机场的交通时间,并非员工有南北差别待遇 长荣航空表示,BRE-08航班精速度与工会协商,已实施多项优化颁表方案,包括机组员单月预排 行务最多三趟,扶勤次日排休,自今年元旦起,载客人数超过八成及家派一名空服员分担工作量 另外,长荣航空指出,尊重工会诉求并会展现最大诚意持续沟通 在公司可正常运作及合理原则下,将逐步增进员工劳动条件及福利 编辑,梁军第107万0510长荣航空高雄机组员10日抗议出秦时间与桃 原基地有差别待遇,高雄飞东京BRE-08航班工作超时,更成为机组员梦魇 长荣航空允诺尽力改善,图为高雄机场长荣航空班机 中央社记者程启峰高雄社107年5月10日长荣航空高雄机组员10日抗议出秦时间与桃原基地有差别待遇 高雄飞东京BRE-08航班工作超时,更成为机组员梦魇 长荣航空允诺尽力改善,图为长荣航空高雄机场员工出秦一景 中央社记者程启峰高雄社107年5月10日长荣航空企业工会 桃原市空服原职业工会,桃原市机师职业工会长荣分会 10日上午与工会高雄机组员会员在高雄国际机场对面拉布调并哭口号抗议 中央社记者程启峰高雄社107年5月10日